选择交通工具跑酷 在这个地图有六种交通工具来助力玩家跑酷 分别有火车、火箭、摩托车、汽车、单车、飞机 玩家们是否如虎天逆 如开挂般轻松通关呢 开始地狱级别 上下风力冰刺 看被鲨鱼嘴 群选择你的交通工具 还在犹豫 直接选飞机 一路飞到终点 通关只需要30秒 怎么简单 你都能想到作者想不到 你是想体验你的无知吧 走开 像个曹操一样 哪都欢迎 看我起飞冲冲冲 怎么飞不了呀 速度不够 起飞失败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小问题 顶级飞行员都是在虚空起飞的 在风中呀 有时候嘛 说你是笨蛋 都挺侮辱笨蛋咯 既然飞机不能起飞 那我选汽车 一路火花带闪电 直接飞速过去 啊 惨了惨了 不能啊 冰刺那么锋利 车子那么大 车子没报废就算幸运了 越危险的裤袍越要慢 所以我选单车 事业一目了然 自行车的车轮快速转动 挽住一双轻盈的刺拔 即使在山路十八万的冰刺中 也有走呼吟响的感觉 分你个头 快快快 表姐 你不知道上面的冰刺会掉的吗 我时空感觉到很危险 那你要跟上我咯 单车也能够飘移起来 哦耶 轻松度过第一关 前面满是头是鸡肉弹簧 表妹 这一次没选啥 这速度够大 我首选汽车 只要我速度足够快 感压版就反应不过来 看来感压版的反应还是很敏感的 谈谈咯 肯定是选技术性最强的摩托车啦 表姐你很技术啊 技术肯定行 嘿 摩托车拉里塞看过嘛 各种杂技表演称粗不穷 这种小坦坦 基本一跃而过 好家伙跟蹦蹦虫似的 对了 小孩子可千万不能够骑摩托车耍裤哦 第三关 琉环弓手守护的公路 公路还有阻碍 选哪个好呢 这回我也来技术 我要把琉环弓手甩得团团转 可惜摩托车的速度 快不过琉环弓手的剑哪 我选公路上速度了得的汽车 此时此刻我是保罗 看我上眼速度与机型 左右左右左右 真惊险 手都来摁了 嘿嘿嘿嘿嘿 好刺激 再说可真好啊 下一关 有轨道的都不用考虑吧 肯定是火车啦 可问题来了 有三条跑道 选哪个才是正确的 表姐不瞒你说 我数学考是全靠蒙 定中率可高啊 论蒙我可是高手 靠啥都靠蒙 你还值得骄傲啊 那也是实例 我选中间的 出发 我去还有包包蛋 还好速度比较快 不然就 呀 怎么突然脱毁了 他尿的中间是错的 靠蒙肯定是不靠谱的 方便是通过分析的 一般来说 错的隔壁基本都是对的 对的隔壁一定就是错的 那我也选中间的中间 我误了 表现你不是女生就是男生 乱分析 还不是靠蒙的 哎呀我去啊 我这里也有包包蛋啊 不过也算有惊无险 兜兜转转 越过的最后断轨 也算黯然无恙 表妹 小心有断轨 什么断轨 呀 过去吓死我了 下一关 三条碎石跑道 我觉得是飞机的起飞道 可是飞机那么重 真的能起飞吗 了解你玩了这么久的跑步 都不懂吗 这是障眼法 我觉得是汽车 汽车轻很多 一下子就能冲过去 看吧 一路畅通 我的马眼有恐龙 即使装开了恐龙 后面也是没路的 表姐你说的对 只能是飞机了 你表姐啊 真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啊 哎呀聪明个屁啊 飞机走两步就没了 一切出还不足呢 肯定是你操作有物 看我的 哎哟 啪啪打脸 现在路都没了 只能是飞机的 哎这里有个箱子 云团 我懂了 需要自己铺飞机跑道哎 OKOK 到了起飞临界点 表妹准备好了没有 开始加速 起飞成功 表妹 没有了 快快快快没有 快点降落 差点追击了 表现我看到了星星 这点距离最适合开火箭的 表妹 你会控制火箭吗 我熟练了 跟导弹一样精准 真的吗 看我表演 嘻嘻嘻 起飞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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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呀 一次过 我明明记得火箭很难控制啊 怎么可能一次过啊 难道 这火箭是自动驾驶的 哎呀 不对呀 走了走了 哎呀 哈 经过了十次飞行 总算会开火箭了 因为火箭的按键全都是反的 哦呀 交通跑酷 没有如虎添衣 凡事困难匆匆啊